连登24年春晚,宋祖英这些年都去哪了? 她是中国的女高音歌唱家,国家一级演员,但她的成名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。 12岁时,父亲不幸因病去世,奶奶因为丧子之痛抑郁自杀,弟弟8岁时也因为一场意外成为聋哑人, 所以她也比同龄人更加坚韧、独立,也学会了用歌声来表达和排遣。 小时候,她经常交不起学费,但母亲依然坚持,欠债也要供她读书。 后来,她被音乐老师发掘,进入了湘西的歌舞团,并从此走上了唱歌的道路。 1985年,宋祖英考入了中央民族大学的音舞系,拜师金铁林。 1990年,她凭借一首《小碑楼》红遍全国,并连续24年登上央视春晚,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名歌天后。 这个记录至今无人打破,她演唱的经典数不胜数,像辣妹子,好日子,越来越好,茉莉花等至今都耳熟能详。 2003年,研究生毕业后的她,成功登上了世界著名的音乐殿堂,维也纳金色大厅,将中国的民族声乐艺术传播到世界各地。 近年来,她开始退进幕后,把精力放在公益事业和照顾家庭上,指导年轻歌手走向歌坛。 低调的她,还是原来的那个苗家妹子。 她的这一生有诸多的不幸,但辣妹子的倔强也让她生得平凡,却活得绚烂。